今天呢我们讲一个战术篇 像这样的一个图形 二年新的布局在90年代初 因为韩国选手在世界大赛或者他的国内比赛中下的比较多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布局呢就相对来说就很多棋手啊都真相模仿 就是像这一天地加 这一天地加呢点三三这就不用我介绍了 这是很正常的一种下方 今天呢我这个战术篇呢为大家介绍一下 跳起来 白棋跳和白棋小飞这里的区别和这产生的一些手段 我们先来看一看单关手脚 在我们首先我来摆一个 我们这所有人都熟悉的一个古老的定识 就像这样的一个定识的情况上面 我也专门查了一下过去的围棋定识书 当时在这个书上面 它的解释更多的是虎到这儿来 这样的定识版本呢 也有差不多有四五十年历史了 像这样的棋 虎到这儿来是为了不断 当时在教科书上说这样的下方是定识 但是呢到现在这个时候 这个下方可以这样说 如果如果还还说是一个定识的下方 或者一个正确的下方来说 这部棋就是很不好的一手棋了 因为它很缓 那么说我也会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当初和现在的一些理解上面的差异 原先呢 原先的时候他们补这一手棋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这个棋很厚实 然后易于攻击 或者在这边以后再飞 但是呢 这部棋呢 它感觉啊 没有达到很大的效果 第一点 未来如果假如飞成这个样子 真的要补这个棋的话 你还可以点三三来补 把这个挖断的效率扁低 你如果说往这儿拐 它唬住 你打吃 它粘住 那么说这个挖断 它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它得不到很大的力 现在呢 如果飞到这儿来 像很多棋迷朋友 包括很多初学的爱好者 都很喜欢下这个黑棋 为什么呢 他们觉得黑棋在外面下着 但他们说不出一个道理 所以拦出来 我现在把这个纸拿掉 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棋的特性 这个定式的特点是在于什么呢 在于黑棋跳一个 大家请大家注意 跳一个 跟白棋这个跳 黑棋损了 为什么呢 白棋当关的时候是在唯控 黑棋跳的时候是在中间 行棋 没有任何收获 第二 那么黑棋坚冲这一只 黑棋坚冲 白棋爬走 拐走 爬走 跳 这样的话 黑棋也在损 让白棋获得巨大的实力 这个实力不要说 数起来只有七八木棋 但实际上呢 因为它占了实力 边控 你没有占 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了 那么说黑棋得了什么呢 得了一个外势 这个外势 还遗留下一个蛙 蛙乱出来 那么说呢 很 如果我现在来解释这个 很多棋 亲密朋友 就很难 理解 这个棋 为什么还是一个定式的下方 首先来说 定式呢 请不要去盲目的去 想象这个定式是有多神圣 或者多么 重要的 定式实际上就是变化的一种 最后的一个结果 一种名称而已 其实现在 在当今这几十年 下了很多新型的变化 如果要说把它 有个定论的话 它实际上也叫定式 所以这个棋呢 最主要就是 黑棋得外势 能不能有发挥 现在呢 韩国选手 它们通过大量的实战 把这个跳 先冲这个下方 提到了一个高度 现在呢 这个时候 黑棋飞 飞到这儿来 如果还是按当初定式病的话 那这个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是黑棋双飞 在这个情况下面 他就认为 你获得的地域地盘很小 然后 黑棋三连星 这个阵势很大 在第二点 大飞手脚 是为这有效的保护好自己 而做准备 当你靠 黑棋帮 当你这样 猴断的时候 黑棋这个时候 是单长的 如果你再往那打吃 这个时候 就有一个著名的 叫滚打 但是呢 在民间的俗语上面 叫猴子翻山 就像一个猴子一样 翻山 这个下巴 这个结不敢打 所以这个棋 或者立到这儿 黑棋不错 如果往这儿跳 黑棋依然往这儿 往这儿连三三 这时候呢 像这样的局面 也是靠不出来的 靠 他一冲 走 冲断你 然后这个时候 他可以考虑断 一般是断哪边 吃哪边 黑棋吃到这儿 是一个巨厚的下法 把这个边控吃掉之后 然后还有对你 逼住攻击的一种 潜在的力量 那么说 黑棋 我们要学习的 这两个棋的焦点就是 黑棋现在飞呢 飞你可以冲 走完之后 断 当它往这儿贴的时候 如果针子不立 你就立下去 挡 然后再跳住 这一步棋就带签止它 如果针子有力就搬住 那就更好 如果白棋往这儿搬沾 黑棋往这儿走的话 黑棋一飞 这样的话 白棋底下的空并不多 然后以后呢 还可以往这 夹击它 这是这个形的第一个要素 就是说这个形状 黑棋不怕这个靠段 再第二 黑棋也不怕这个挖沾 挖沾的时候 黑棋依然走三连星 这个时候啊 别看这个三连星是很虚的 但是呢跟这个跟这些飘在外面的黑子结合起来 它就成了一个相当相当大的一个势力范围 而且这个范围超出了白棋所得 然后又出现了一个疑问点 就是挖沾之后这个地方有没有棋 如果这个点脚 黑棋不成立 如果都是白棋的实控的话 那么说这个 这个定论又会发生值的变化 那可能就是白棋好掌握的一种下方 因为黑棋 损失实控过多 但是如果黑棋这地方 未来下一手是可以重活的话 那么说这个是 这个时候 白棋挖断的这个棋 它只能有一半的效 效力 这个时候就是黑棋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点脚有不起 当它挡的时候 这个时候请大家要切住一个小手筋 就是尖到这儿来 是可以重活的 如果爬到这儿来 这个棋是死棋 因为黑棋单立一个 你有点有跳 它是死棋 所以说呢 它这个时候尖是一好手 当它立到这儿来 黑棋再尖 这是活棋 这是一二三四五六 你如果搬 它长七个 先手走 就活棋 如果白棋跳 黑棋冲 这样黑棋在制造白棋断定的同时 就间接的保护好自己 打吃 走到这个时候 黑棋粘住 粘到这儿来 白棋无路可退 这个棋就崩溃了 不是上面死 就是下面死 如果这个棋要挡到这儿来 那么说呢 这个时候黑棋尖到这儿 是活棋 这个棋很重要 就像我们来破案一样 你一定要知道很多细节的那种证据 你才能组合起来 去证明某些事情 这个时候 我们证明的就是这个棋 黑棋是活棋 那么说呢 白棋挖章的效率 减低了一半 黑棋这样一下 黑棋好 所以说 下成这样的一个局面的时候 一定要有配合 那么说 对双方的一种要求来说 这是很高的 走到这儿 白棋是不能往这儿拆 那么说呢 白棋 它这时候是正常的下方 是分头 分头到这儿来 黑棋 终于取得一个决定性的先手 那么说呢 这个决定性先手 就要对这和这个进行有效的攻击 你才能获得便宜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边也损了空 这个边控也损了 所以说你必须要获得几个先手 来攻击对方 取得利益 第一个 很多 它是直接靠下去 这个是一个大大的水手棋 像这样的棋 白棋只要一冲 当你挡住之后 白棋冷静的一接 黑棋就崩溃 因为呢 这起有个段 它可以把这个棋 路线打破 这以后再加出来 如果黑棋再往这 飞住 那么说呢 白棋可以依然挖住 挖这个下方 这个棋 白棋气长 所以说走成这样的局面的时候呢 黑棋要利用这个先手 来攻击它 所以它这时候 它要粘住 这通过推理 我们就摆到这个粘 粘到这个结果来说 白棋呢 它可以考虑补一个 只要这块棋不死 但是呢 结果往往 不能如人愿 它可以点这 它不是飞到这来 点到这来 这时候粘是后手 如果你冲的话 黑棋可以反冲 这就出问题 如果白棋挡住 黑棋尖 白棋再一尖 粘住的话 那么说这个时候啊 哎 白棋真的一个先手 然后又做活了 感觉白棋是便宜了 但实际上它是亏损 亏损在哪里呢 亏损在 这个棋啊 借用太多 太厚 而且呢 当它拐的时候 这时候是可以立下去的 因为这个棋 倒尖是先手 那么说这个棋的结论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 白棋在这个情况的时候 白棋是不能 不走这块棋 那么说呢 它最好的下巴 是往这拆 拆一 就比这个病要 好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 黑棋要利用外面的后室 对白棋进行攻击 逼住 尖 飞棋 这种白棋的一个整形的下巴 就是往它尖住 你长 挡住 第一 跳 跳到这儿呢 拆 手飞手脚 然后这个时候 这未来啊 这就说 这也算是一个实战的对局 片段 但是呢 这个下巴定型呢 这是已经被大家都认可了 然后这未来这样的定型呢 会形成一个什么局面呢 会不到这儿来 这额外要跟大家摆一下 这都 这都是影响到 你最后这个去判断的 很多人就说 那这都没用 这这这这围不了空 如果你这样去违控 你又输 所以这个时候走到这儿 这需要 尖一个 这是好耸 不要老在这上面再去想 连起来 当它长的时候 这时候你又一个更好的下法 点 这时候它必须得挡着 它不能走着 走着就冲断 所以它只能挡着 爬回来 再贴上去 你再挡住 它在贴的时候 然后黑旗在跳 就走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是未来以后定型的一种下法 就是说 黑旗有不断的借用和利用 白旗的这些弱点 那么说呢 这个旗是可以成立的 那这个外式的利益在哪 在两边都得到回报 如果 如果这个时候黑旗 想下的更开阔一点 那这个时候 它是可以考虑跳这一首戏 跳也是不断的一种方式 当你挖的时候 它打吃 当你粘的时候 它在粘 这时候它也是把这个断点 把它补起来 所以当它跳这一首旗的时候 白旗 如果在这样拆 那黑旗呢 它也不能点 点粘住的时候 这个漆太紧 所以它就飞住 你走过来之后 再逼住 拆 然后点压 这样呢 它充分的发挥 自己的一个潜力的优势 把它先做大 然后诱敌深入 如果白旗 在这里 单补一手 那么说呢 黑旗 现在会进行一个 双方进行一个 兵力大转换 当时 黑旗的重点 全部在 这一边 现在呢 通过这个时候转换 黑旗的兵力 部署 部署 部署到这边 来了 当你 手脚之后 这个下法呢 不能说 黑旗就有优势 只能说 黑旗啊 它在选择这个定式的时候 千方百计的 去想 配合 效率 这两个字 所以这个下法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 这 这一个 起的变化 那么说 还有一个变化 是在哪里呢 就是 先从到这儿来 爬一个 是一种下法 然后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 单肩这一手 这必须都要熟悉 如果不熟悉 这些变化的话 那你就无法 很清晰的 去判断和选择 和掌握 这下法 我先摆一个 最简明的图形 让大家学习一下 这个图形 可能大家很多人 似曾相识 这个是在 引人瞩目的 真怒碑 原来就是 真怒碑 那三国内台战的时候 马雅春和 曹新璇 还有李昌浩 在最后决战的时候 下过的这两盘旗 当时呢 这个时候 马雅春 基本上都是拿白旗 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样的就是 白旗死地 黑旗外四 但是呢 还要说一个小插曲 就是这个定时 这个定时 在我很小的时候 学棋的时候 我在进专业队的时候 那时候呢 我的一个同伴 跟我这样下 当时呢 我那个同伴是拿白旗 我记忆很深刻 当时下了这个 局面的时候呢 当时呢 我的一个 我的教练呢 就说 你这个棋啊 是下了什么棋呢 就说我的对手 你这是胡下 为什么呢 他说啊 这棋原来啊 正常的下方 是这样下的 正常的下方 是这样下 未来呢 以后在 我有这儿靠 这是小木 你怎么下到腥味去了呢 他说这 他说你 他说你怎么会下到 下到这个腥味上面去了 但实际上呢 过了若干年以后呢 这个棋 居然被 韩国人下出来了 韩国人是拿的 就是说 拿的 黑棋 那我说反了 就是当时我是拿白棋 就说这个棋啊 你这样下 白棋是腥味 他为的不比小木更大吗 但这个时候 这个现在的理解就是 我们现在要 注重于 全局观念 原来是对局部要求比较高 现在对全局要求比较高 这其一 其二呢 当大家又发现了 另外一个手段的时候 这个棋就变得 不是那么可怕了 就这个点 有了这个点啊 这个白棋 这个空就不是说 完全是白棋的 因为这个时候 你不能挡住 挡住之后呢 这个段是个好手 你如果打吃 他就往这打 打回家 你如果要圆住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两手好像亏了一点 但这个地方亏大 亏太大了 这时候是先手 断掉 所以说这个 这种下法是绝对不可取的 就算 现在这里有紫的情况下 黑棋依然可以使用手段 就点 当你沾的时候 黑棋可以爬一个 你拐 黑棋往那飞 这都有可能在这里面 成活 所以说呢 这个高位的一个棋呢 最主要的问题 不是在于你怎么顺控 而是在于 黑棋这个后势 外势 怎么样去得到 更大的一个发挥 这是我跟大家要讲的一个 这个变化 然后呢 现在呢 又出现了一个 另外的一个下方 就是 这个棋啊 挡下去 它呢 就是 双方就是一个模样 对实力 那如果黑棋再立下去呢 这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还原这个定势 如果再爬一个 它走 再长一个 这个 这个如果按照这个进程来说 可能大家觉得这起白棋好 当然跳到这儿来 你在飞的时候 黑棋再来挖章 这就是黑棋好 而白棋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就算再走三连星的话 这两手交换 这个脚 就完全成为白空了 但是呢 事实上并不是 你一厢情愿那么想的 这时候立到这儿来 尖顶 尖 立 它虽然把白棋 黑棋下重了 过早的暴露出这个蛙 但是黑棋一样有办法 黑棋可以先在单跳一个 它成功的把这个断点补起来 白棋贴起的时候 黑棋一飞 如果你再往这 你必须要往这补 补到这 然后它再往这挂 大家可以细致的观察一下 这个棋型呢 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是这样的棋 单跳的话 白棋这个棋很薄 如果这个样子的棋 黑棋立到这儿来 这个大飞啊 不光是木的开链 不是木的问题 而是什么呢 而是未来啊 这个棋当黑棋自补一手 白棋还要在这儿拆 不然的话 黑棋小飞手脚 这块棋还没有活 因为这个棋有力 如果是这样的棋 白棋基本上重活 所以这是有区别的 那么说呢 这个如果不能爬的话 当它立的时候 白棋就会思考另外一个手的 这个棋呢 我先把这部棋摆到这儿来 会让大家很惊讶 怎么这个时候 见到这儿 它一立 白棋突然跑到这里来了呢 这个时候啊 这就是有技巧性的 什么技巧性呢 当它走到这儿来 是有原因的 你往这儿一猜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小飞挂脚 很少有高挂 高挂不是没有 但是高挂很省控 因为像这样的棋局啊 这种高挂是很省控的 这是不能下的 这样一走之有大飞 这逼住还是这个 所以因为小飞手脚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棋啊 是为了配合这个暴动 冲 挡住 然后断 它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我现在直接把谜底告诉大家 然后我们再回来 再来研究一下这个棋 现在最强的下方是反打这个 它长脑里贴 再打吃 立下去 打吃 走 拐一个 拐 再一拌 拌到这儿来 这就形成一个 针子关系 可以去打 走一个 再打吃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棋正好是一个引针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棋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引针的关系呢 就是说 如果冲断 是不是非要 必然会形成一个引针 这个时候肯定是不能藏这个 那如果往这贴一个呢 这个时候 白棋打吃 藏起 挖 再打 粘住 当你走成这个样子 然后再跳的话 这个棋肯定是 白棋好 因为白棋 跳起之后 这三个子 四个子和白棋的三个子 比较起来 太孤单 而且白棋还有一个冲断 很严密的下方 所以当它冲断的时候 黑棋 无路可退 黑棋必须只能往这儿打 那么说呢 在打这个棋的时候 我现在得要跟大家要解释一下 虽然这是有长的 但是呢 我一定要把这个反打的变化 要跟大家讲解一下 如果不知道这个反打的变化 那么说光知道这个变化 那没用 因为这个时候啊 它可以化解 如果走成这样 我看很多 棋民朋友 都会认为水好 都会认为 是黑棋 白棋有力 为什么呢 因为白棋 你看虎到这儿 这点脚也没有 这么大的一个阵势 但实际上呢 这应该是黑棋好 这太完整 而且你未来啊 跳一个 你挡住 你局部虽然很大 但是外似是黑棋 黑棋完整的 然后再一拆 而且这两手也损了 所以大家呢 就像这样的棋 拔花是不行的 那么说最严厉的下法 是走到哪里呢 最严厉的下法就是 刚才走成这样 再打吃 但是这个下法 对白棋来说 并不是那么有利 今天呢 因为时间有限 我只能为大家讲解到这 下一期 我继续为大家讲解 一言低加 跳 当官和小飞 这个战术片 谢谢大家收看